星期四一田救物優惠日的第一日 沙田分店人頭湧湧 大批市民到場搶救心頭號 中午一度有過百人排隊等候付錢 準備暑假和家人去旅行的何女士 就花了5000元買了幾個行李行李箱 擔心之後通關可能會加價 所以就趁特價買 又說就算外遊要隔離也會去旅行 另一位周太就花了1700元買日用品和食品 他就說一田平時教其他超市昂貴 不會等到有消費券才救物 之後派發了可以再買食物和飲品